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氣哥 我們氣快,母親節,神早新聞報傳 祝大家天下間的母親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恭喜 今天要先講天氣 今天5月9日,星期日 今天天氣相當好 今天天情嚴熱 市區最高氣溫有32度 最低也有26度 心界方面最高日亮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今天紫外線指數10 強度是15高 出去玩就注意補充水分和防曬 氣哥真的有進步 你終於講到嚴熱兩個字 鼓掌,好嘢 我之前講不到 我一直覺得自己講到 不好意思 今天要講的新聞就先講疫苗 因為我昨天去健身室跑步 晚上的新聞不斷在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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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不說就變成舊民了 疫苗接種 多兩人打Beyondtech之後 一個星期內死亡 初步死因就涉大動脈 撕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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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被發現不省人士,當晚離世,兩天後就死亡 這是初步死因急性心肌梗塞 衛生署未有提及二人有長期病患史 是沒有的,即是沒有任何古靈精怪的東西 或者是沒有驗身,或者是沒有都不定 初步的確診死因,剛才說過 大動脈施裂好像很少聽,反而急性心肌梗塞多 連同兩個個案接種Biontech疫苗後死亡個案增至9人 另有22人打科興後就過身,合共累計31人接種疫苗後死亡 挺誇張的,我不懂得說,因為很少聽大動脈施裂 所以不懂得說,不知道 給予專家吧,但給予同一個答案 都是這樣,大家看完後就沒有了,只有G字 星期五,16人打針後就送院兩名二十多歲的男人 打完第一針後就失去知覺,暈倒了 甚至有一個人就更加抽筋了 但我想說,我一說這些疫苗就會有人說我 每天都會收到一些留言說我妖魔化疫苗 不是的,真的要報的,你不可以當不知道 也是的,有幾十萬人打了,事實上有很多人接種 昨天好像說是Biontech接種的新高 有人打針是有人死,但關不關事就留給專家說 有時候死的那些年紀也很大,有些年紀也大,九十多歲也有 但有些人說,剛剛這兩個完全沒有病徵,沒有高血壓 沒有,什麼都沒有 你要知道,你不知道就不要聽 你看到疫苗兩個字,我一定要覺得這樣才對 你不想聽就不要聽,這些新聞周圍都可以賣 全香港,藍梅也有紅梅也好,全部都會報 你不喜歡就不要聽 現在累計說,說到 1805萬人已接種疫苗 當中有64.8萬人打齊兩針 政府公佈,星期五,剛才提到的人數 就是16人打針後不惜,宋遠 較前日的8人倍增,多了一倍 其實不算誇張,我之前報報到四十多人中鋒的日子都有 但有一段時間後,數字已經低了很多 就是這樣,有五人需要留遠 其實很年輕也會有事 例如兩名,26至29歲 打完第一針的Beyond Tech都是失去知覺 我有個朋友打了 打完之後,他說 好像喝了酒那種感覺,他很興奮 我說,蛤?你緊張是不是? 因為他打之前打給我 我說,我去做勇士 有什麼事,我先交代給你 我說,不用說到生離死別 人家說,幾十萬人打了 就算走了去都是30個而已 我說,做人不要這麼悲觀 我也鼓勵別人 我說,就算你打,也不用這麼悲觀 原因就是,我的朋友是 他不打針,不能去老人院看他媽媽 他就說,你不打就沒有了 他爸爸就說,一定不會打 因為他爸爸是有心臟病 他就哭感動天,希望他哭子 在母親節跟大家分享一宗 因為媽媽去打針 這些也是很慘 唉,真的不懂得說 我會密切留意我朋友的狀況 再跟大家匯報 再說,另一宗在佐敦Sonna 有個六十多歲的男顧客 按摩期間暈倒 就昏迷,送丸不治 希哥前幾天才說去打骨 這些是無關你的事 未必會有事 即是這樣說,有個六十四歲 姓林也是姓林的 男顧客按摩時突然感到呼吸困難 及後就不惜暈倒 職員報警求助 男子昏迷由救護車送丸 其後證實不治 有人懷疑是否那些小鳥按摩 馬上鋒 這些網友說,我不知道 但事實上 都是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Sonna經理說 目前店鋪以按摩牌照營業 只開放按摩部分 浴室、蒸氣房全部都關閉 有人猜說會不會是 焗了Sonna之後怎樣 不是 因為沒有需要去蒸氣房和浴室 只是開放按摩 亦用按摩牌照營業 因此光顧客人無需接種疫苗 有些說要打針才可以去 Sonna 據知當時死者在按摩室內 接受按摩服務期間不惜暈倒 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不知為何 之前有按摩師 中醫師幫人按摩都死了 有個女人 小腿有些積聚 衝了上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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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機會 所以不只是打針 血脂 如果肥胖 按摩也有危險性 我之前見到有個很大的大肥仔 你知道以前的世界 不是說這兩年內 以前有人回到打骨 有些很便宜的牆 打開給人看 我見過有些很大的肥仔 還要拼命叫那些技師不斷噓 因為他太大了 他噓不進去 用很大力 其實這些也是 注意健康纖維上策 你本身肥胖 有很多時候 有機會突然間會這樣 但這就不關事 什麼事呢 就要再看他這個驗屍報告 好 講完剛才說那些疫苗的事情 兩岸疫情 六增七宗 六是否大六 華航再有機師打完疫苗後確診 福建推遲放寬台灣入境的措施 打了針都確診 是啊 輸入 七宗輸入 全部輸入 天津、浙江、湖南、重慶、陝西 都是輸入個案 台灣新增五宗個案 台灣不是封關封得很厲害嗎 對 看到這個情況 打了針都未必是可以的 但打哪一隻他又不說 台灣駐印度代表處 安排日航班機 將41名印台人送回台灣 哦 嘩 這樣 有點不讓入境 覺得他們危險 或者怎樣 那 其實很多 有些機師和他的妻子都一起確診 那些 嘩 很複雜 很複雜 對 主要來說就是告訴你 有些機師打完疫苗後確診 那 香港的專家一定不會理會 因為不是香港的事 那 打疫苗他不是100% 而且 不知道飛機裡面 那些人的空氣困住了 所以特別容易出事 所以都很難搞的 真的 打了針都中 好 再說 喂 東涌那個 東涌影灣園 住戶終於放液監了 居民在樓下排長龍 等回家 最想是回家洗澡睡覺 蛤 那邊不能洗澡嗎 不是吧 公家吧 好像是呀 公家廁所那些 你說一家四口住在一個家 只有一個廁所都欠廁所 還要公家 跟不認識的人 很慘 這些都是業主 有錢的 這些人 私人樓 但是有錢都給你住這些 過一些集中營的生活 真是 真是 見很多人都很焦急 又排大隊 你看多誇張 那些人多到 又說火食不好 環境又不好 幸好沒有進食到受污染的食物 他不滿隔離營人手不足 例如向致電求助後 很久才有人跟進 郭小姐直言隔離營的床鋪又硬 近日睡得很差 現在回家最希望可以洗澡睡覺 另外有些人的回應 他說對於留隔離營多日 終於可以回家 就感到開心 他說指隔離營裡面 只能夠透過閱讀 還有做運動打發時間 亦坦然隔離營內 就是膳食比較差劣 又理解政府隔離居民的做法 指現在回家後 最想沖個糧 撿個屋 都是想沖個糧 洗一下壞氣 但是這個全威花園居民 是不能放逆監 是鼓噪的 有沒有當過我們是人 很慘 所以說真的 不怕再說一次 你寧願自己種 還是隔離屋的病毒 你自己種 我上次看新聞說 飛容四天出來了 隔離屋種 21天要隔離 中一個招 好回來 隔離的都還在隔離 真是慘 新聞就是這樣 再說一件 南丫島地盤工 維修斜坡的時候 而失足 頭砍大石 雙重不治 真是慘 做地盤工作很危險 危險得來他們又不知道 很少的事 例如在斜坡 失足 然後滾滾滾 就撞到大石 就過世了 死者姓李 49歲 相信在上址進行維修斜坡工作 期間搬一塊 1.3米乘0.6米的大石 的時候 失足 頭部撞向大石 昏迷 仙腳 工商權益會表示 派出人去接觸家屬 提供情緒支援和其他協助 看到他們知道父親雙重不治 傷心痛哭 人間就是有這些事 所以我經常報的新聞都是有個地盤的意外 地盤是很危險的 危機四伏 好 最後一單 12港人案的前律師 盧思偉 被指危害國家安全想去上海赴美國交流 原來他已經在上海 在中國被禁出境 這麼嚴重 就說他昨天晚上在上海 就打算搭飛機去美國進行學者訪問 誰知遭到出境時就攔截 被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 就不讓他出境 哦 這樣 對 很多話說 下面 又說 扣留了多少個小時 那些 就是告訴你 政治打壓 本來想要搭飛機 DL-288航班 去美國西雅圖 作學者訪問 誰知去到上海的機場的時候 就被機場邊防檢查站 阻止出境 看到很多首尾 這些政治問題 昨天也和大家說過Tricky Duck 我相信也會繼續有很多這些新聞和大家回報 政治的事情也不方便說太多 今天時間就這麼多 謝謝喜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回去留言給你 拜拜